三重区五华国小目前学生人数有83班 但是一班的教室不够 因此挪用了不少专科教室 加上学校附近有许多新建的社区 未来学生数势必会再增加 因此地方明代争取建设新的教学大楼 五华国小在30年前新建了60班的教室 但是因为目前学生人数就有83班 因此挪用了不少专科教室来使用 因此地方明代协助争取新建教学大楼 经过我们理中和会中一些家庭会 跟大楼的族来欢迎 所以我要求我们这个五华国小新建教学大楼 可以说迫切性 那么在我办公厅开了一次会 那天就要五华国小做说明 我特别要求我们教育 教我们的社会局 卫生局 民政局 还有交通局来研议 因为要新建五华国小教学大楼 要总共四月多 学校不但现今面临教室不足的情况 考量到学区内的人役重画区已经完成 许多的建案陆续开工 而且还有自办都市更新的住宅 学生数势必会再增加 那么除了人力段重画加22多2.5公顷一族 我们后面 人华五华国小的材贤这边 还有一个叫做真五庙 它现在在都根 所以未来这里的政家 1万9千几个人口 那么来这里设置会有千几个人 所以五华国小新建教学大楼 可以说非常的迫切性 我也跟每一位局长 这五位局长约好8月15号 大家要来研究 经费要如何分配 然后再来就是如何规划 目前新校舍大楼的位置 倾向设置在现在学校的停车场 让未来家长接送小孩上下学 也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市府将会跨局处讨论 希望尽快定案 记得沈仲林锦鱼 如舟采访报导